好,一二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一二三,圣经都使人所莫视的,于教训读则使人归正,将来和学历都是有义的,教属神的人则已完全,预备其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再来一遍好不好,一二三,圣经都是神所莫视的,于教训读则使人归正,将来和学历都是有义的,教属神的人则已完全,预备其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神都赐给我们一本法规的圣经,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最重要都是神的末世,对于我们可以说是教训,就是教导我们。 我想大家把这一段记得三章十六十七,因为老师已经站在那边了,我想我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所以圣经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改变,使我们可以变成柔和谦卑,再也不会像以前样,容易用血气,动动就发脾气。 现在我们人家来激怒我们,但是我们因着有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不激怒,我们心中因为有上帝的教导,我们就存着谦卑柔和的心,忍耐,忍耐很重要,对不对? 凡事都要忍耐,所以有神教导我们真好,所以坐在这里,我们的这些家人越来越真的越美丽,有神的荣光,真的感谢主。 好,现在呢,我们也要谢饭,这位姊妹每次都看着我,我现在不会忘记,好,我们感谢神啊。 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来到你的身,宝座天前,祝我们在这里感恩,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每个星期三回到家,这个家就是这么温暖,因为有耶和王,主耶稣在这里, 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每个星期三,让我们不仅有好的美食,主预备更重要,主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学习,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 祝我们在这里真的献上感恩,也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么温暖的天气阳光补照,在这里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家人,因为最近的天气气候比较不稳定,今天是大太阳,明天也许就是夏天阴冷,天气的温度也,可以说是差距很大, 求主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能够不要感冒,即使是有病的也求主来医治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痊愈,这样的感谢感恩,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恩。 好,现在呢,我们今天,我来介绍一下,那我这个介绍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简单的介绍,等一会有这个老师,他已经在那旁边,你看到这位老师,我们看到老师,我们就知道这位老师,他非常的健康,所以他才可以来教导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是台北商业大学体育室的主任,李昭庆,李主任,来介绍 教导我们如何让肌耐力更年轻,起身自乎,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健康起来,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主任,谢谢,谢谢主任,你也请主任自己介绍他下的背骨轮,我想老师这么健康,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下,谢谢老师 好,谢谢,谢谢主任,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我们在隔壁银居,是那个派北商业大学的体育室的早学的教导师,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光继跟各位阿公阿嬷,叔叔、哥哥,大哥、大姐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 那我教體育已經28年 因為我們研發長就告訴我 說這邊有一個活動、一個團體 那希望我來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些 如何提升你身體脂肪或是你身體的肌肉力量的一個介紹 因為之前是我跟我研發長在聊我自己爸爸的事情 因為我爸爸已經80歲了 因為去年他跌倒 可能各位都大概都知道 因為老人家很怕跌倒 其實跌倒以後問題就很多 真的問題就很多 我就剛好跟我們研發長在聊這件事情 我爸爸去年大概9月份的時候跌倒 摔斷了脊椎 摔斷了脊椎以後 後來就握床 那中間當然30歲以後就開道 要去做物件 然後開始物件的這個過程 他從整個握床 因為我們住南部 我住家裡 那南部的房子都是那種透天的房子 那一樓就沒有那種孝親 那房間又在二樓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都要爬樓梯 到最後出了醫院以後 因為你不能在醫院住太久 也沒有辦法回家 他沒有辦法回家 我真的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把他接到台北來照顧 所以後來在南部 我就只好把他送到那種醫院附設的那種物理之家 就類似那種中心那種機構 那我到機構以後我才發現 我以前真的不覺得那個長照 就是常常聽長照長照這個問題 結果我最近發現 真的台灣這個長照的問題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在那個護理之家裡面看到很多 很多阿公阿嬤在那邊 就是可能就得去住到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住在家裡面 因為家裡面沒有人照顧 然後在家 像他們那邊也有一個日照中心 那日照中心大概就像 就像我們老人的幼稚園一樣 就是每天就是到那邊去 就早上可能坐娃娃車 就到那邊去 他們有一些活動可以幫 那我爸比較嚴重的就是 他剛到那個中心的時候 他是連站起來都沒辦法 他就坐在樓梨上 坐在樓梨上 他連要上床都要三個看護膜 把他抬起來 然後到床上去 那醫生就說一定要復健 那後來我幾乎每個禮拜 他雖然每個禮拜有三次到醫院去 到護健科去做護健 可是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有跟著到醫院去看 我發現 醫院幫他們做護健 其實效果很有限 如果各位有受傷去醫院做護健 你大概會知道 那個醫院大概 護健師可能 因為他們都很忙 尤其現在醫療的資源真的很有限 所以 等於是 護健師幫你做很 你去 可能在那邊一個小時 他可能大概幫你做15分鐘 20分鐘 其實那個效果非常不好 那後來我就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學體育的 我覺得 他應該要 要 做一些適當的訓練 他有辦法讓他的肌力 提升 就是我要讓他 重新站起來 所以 後來臥床的情況下 我就慢慢慢慢慢慢去 去 訓練他 那 欸 效果還不錯 後來訓練的 我幾乎每個禮拜 我只要禮拜五下午 下完課我就 趕快去上課 然後 禮拜六 禮拜天 他有時候禮拜一 我早上請了半天假 在那個 路雨之家 就陪他 陪他做呼救 一個禮拜大概 每天 做到他 我爸都快翻臉 欸 因為真的很辛苦 所以 欸 相信各位如果 因為尤其是年紀大的 我們都知道 年紀大會越來越難多 欸 我覺得 我年 我爸年輕的時候 也很勤勞 可是後來我發現 他年紀越大越難多 像我們家 以前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說我爸在做 年紀大以後 我發現他什麼事都不做 欸 可能也做不動 然後 他可能 懶惰以後 每天就是坐在那邊 看電視 然後 什麼事情都不做 那其實 這樣真的很不好 這樣真的很不好 因為 你越不動他 你的 我們所有的 我們身體的功能也是一樣 會用盡會退 就是 你越 80歲 還80歲 還80歲 因為 以現在的年齡來講 大家 現在的壽命都比較 比較長一點 所以 欸 因為我覺得他不應該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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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沒有 後來我 我就這樣幫他訓練訓練 訓練了三個月 我待會兒把他的過程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說 我幫他訓練三個月到十一月份的時候 他一直掉回家 他覺得說 在那邊 他一直告訴我說 他住在那邊好像住在地獄一樣 欸 因為真的很 因為 在那個地方就是 為了回復他們的安全 所以他 怕他晚上會爬起來亂跑 怕他摔傷 所以 他只要到 到 回到房間 他就要把他約束起來 所謂的約束就是把他綁起來 其實那種 我發現那種標 那種 護理機 也可以說是安養院 因為 我觀察 他們怕 他們裡面的這些 他們都講住民 就是 住在那邊的人 都怕他們發生危險 因為他怕半夜爬起來 而且那種地方 我們的醫療資源 真的沒辦法 他大概平均一個看護 照顧十個人 大概照顧十個人 那 像在南部 他們大概都選外勞 那真正護士 真正護士大概 一個樓層 一個樓層大概只有 大概三個左右 三個到四個的護士而已 尤其是聽說現在一立一休 又更長 就是 可能那個 那個 護士 可以 可以去支援的人 越來越少 結果我發現 在那邊當然 各種狀況的人都有 就是有的比較嚴重的 甚至有些 就是 整天臥床在那邊 就需要 需要看護去幫他們 可能甚至要包 包尿布 然後 幫他們翻身 那基本上 當然每一種人都有 甚至有自己行動的那一種 譬如他可能推著輪椅 從房間自己慢慢慢慢推 推到教育廳那邊 他們的生活 我覺得 當然我看得很不忍 我也很想把他接回來 可是我為了他 因為我平常沒有辦法看到他 因為他那邊的生活 大概就這樣 就是 他早餐一定在房間裡面吃 就在床上吃 吃完以後大概 九點十點 如果有洗澡 他們那個看護 就會慢慢帶去洗澡 洗完澡以後 就把他推到教育廳來 教育廳來大概 開始在 已經 在準備 等吃午餐了 他大概十一點左右 就吃完 吃完午餐以後 他們又把他推回房間 他推回房間以後 就讓他們睡午覺 他大概睡到兩點 又把他們推出來 他們只要到房間 有一些人 他們就需要 我剛剛講 就需要把他約束 他們大概會有一種 那個病床 會有一種束複帶 把他的身體先綁起來 讓他不要 不要離開 離開床 因為真的是怕他們危險 啊 所以像我爸在那邊住了三個月 他到了 十一月 十一月底的時候 他才會回去 他回去以後 我 我那時候一直不放心他回去 那後來我就說 好 因為我弟弟也住在嘉義 所以我就先讓他住我第一家 那 我想各位也都會跟 可能跟 跟子女 有的跟子女住在一起來 自己 自己住 那像 他們剛開始去跟我弟住的時候 就住了很不習慣 我媽媽也住在那邊啊 後來就是因為我媽媽住的不習慣 所以 就把我爸媽帶回去了 他就偷偷的帶回去 然後被我罵回去 然後罵回去沒多久 我又回台北以後 又住不到一個禮拜 他們兩個又偷偷的跑回家 然後跑回家 因為那時候我是 真的很不放心 因為 因為我們家都要爬樓梯 那 上下樓梯對他來講 是一些很 很 很危險的事情 不是他沒有辦法上下樓梯 是他有辦法上下樓梯 可是很危險 因為 因為老人都隨時可能會跌倒 啊 尤其在上下樓梯的時候 那跌倒 真的是很 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可是真的 千算萬算 都都都都 真的我也沒算到 我元旦回去 啊 因為 那個 元旦二號 要上班 我就回來了 他當天 又跌倒 那一次更嚴重 那一次更嚴重 他自己 他自己覺得 他可以走路了 他覺得自己走路了 他就說 他要去 我們家對面那邊 有一家中醫 要給人家推拿 結果去 他就自己 自己走去了 那我跟我媽說 你一定要跟著他 那我媽就是那一種 結果我媽還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 他現在有親吻的失智 對 那 因為他當然會忘記事情 那有時候 我爸就跟他說 他要去推拿 結果他就 他說 好啊你等一下啦 我等一下再陪你去 結果 等一下他就忘記了 然後我爸就走了 就跑去推拿 就過馬路 然後可能是 等一下騎摩托車 然後他又有一點重天 就稍微 可能那個 那個手把稍微 然後碰著他一下 然後就跌倒 他跌倒就撞到頭 他撞到頭以後 他覺得沒怎麼樣 他自己還爬起來喔 因為怕回來會被罵 不敢講 結果不敢講 好回來也沒事了 第一天沒事了 回到家以後 好第二天晚上 那又有撞到頭 他又腦震盪 結果裡面有瘀 就是那個 回血管破掉 後來血液慢慢慢慢跑出來 結果在前額的地方 有血塊卡在那裡 那種狀況就是 可能會隔兩三天以後才會發作 結果到了 隔兩天晚上 然後發作 因為那個血塊 血塊 那個積在前額的地方 他一直意識不清 半夜起來 亂跑 然後要跑出去 我媽也拉不住他 結果都跑到樓下去 說他要 外面有 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 他想要 他想要去 去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 從半夜兩三點 搞搞搞搞到天亮 那時候我媽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家裡面又沒人 又沒有住到我弟家 那時候他們就跑回 跑完躲我們家這樣 結果搞到快天亮 我們鄰居才一說 你這樣不行 還要趕快叫救護車 送到我醫院去 他會到我醫院去 後來一檢查 斷手掃拿一掃 走這邊又血塊 難怪他會醫師不清 醫師不清以後就 醫生就說還好啦 他會慢慢散掉 但是 醫生有告訴我說 老人家最怕跌倒 尤其是你都撞到頭 就會影響到他很多功能 所以 他現在 他本來醫師其實 像我爸腦筋都很好 就是 記憶體也很好 然後 什麼事情都記得很清楚 可是我後來發現 像現在已經 三個多月了 因為後來他又去 我剛剛講那個護理之間 又住了兩個月 前後又去住了兩個月 所以他總共大概住了兩個月 他大概住了兩個月 對 他也一直要求說 他一定要回來 他說他住在那邊 真的非常非常痛 後來 我就跟他們兩個講說 你一定要住在我弟家 可是至少他 即使白天看我 沒辦法照顧到的 但是至少 早上來 晚上都能顧得到 那 也是一樣 我又第二次的 又重新 他那時候送到醫院的時候 也是全身攤軟 然後運動的能力都又消失了 尤其是臥床 所以可能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今天也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你的肌肉怎麼樣去提升它 像我剛剛講 尤其是長期臥床的人 你的肌肉力量很容易退化 那你退化以後 你想要再重新站起來 你就要花更大的力氣 更大的力量去做 所以我是希望藉由我自己 自己最近這半年來的經驗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跟我爸爸教他如何 從 真的連站都站不起來 然後練到他可以走路 當然現在我還是覺得他很危險 他現在還是很危險 就是隨時有可能連站 那到現在我就每天都叫我弟弟說 把我平常在訓練他的那個功課 叫他每天都要做 做到我爸都很害怕 我上個禮拜 上 上個禮拜回家 我爸都偷偷跟我講說 我好怕你弟弟回家 因為我弟弟一回家說 趕快 來來來 趕快訓練 因為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那我一直跟他說 你要忍耐 你現在就是要讓你的肌肉力量 把你下肢的肌力把它訓練好 你這樣出門 我們才能放心 當然 對各位來講 你現在要去把肌力建立起來 可能是 可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但是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說 如果你把它吃之勇的去做 我相信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品質會更好 會更好 會更好 那待會我大概 跟各位介紹一下 一些簡單的工作 我們閉上的文化 就是實在是 過程 我絕對 一個難兆的 一般的 雞頭 之間 很多 衝進 這些 在 好,那我就開始介紹我們今天的一些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你的怎麼樣訓練你的肌肉力量 尤其是年紀大的,像現在我們稱為銀髮族 有沒有人知道大概銀髮族的定義是怎麼樣?大概幾歲以上算銀髮族 對對對,那個是世界衛生組織去定義的 就是65歲以上是銀髮族 那當然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人都是老化 其實我們從小孩子出生以後生長發育 男生大概到了二十三四歲左右 女生大概二十五二三歲左右 你的生長發育已經大概接近完全了 然後這個過程大概維持一段時間 有像我剛剛說跟大學生講說 你現在這個階段大概是你這一生當中最黃金的階段 你應該要好好的去維持 可是偏偏我們現在想 現在的年輕人都比較不那麼愛惜自己 那個稀土人就不講,他平常生活做起 尤其現在大學生跟以前的年輕人我們不一樣 晚上不睡覺,然後說你現在把你的生活 你沒有好的生活習慣 沒有好的飲食習慣,沒有好的運動習慣 你以後你的老化會加速 尤其是你到過三十歲以後 你就會明顯的加速 我的專長是運動訓練 我一般大概都是訓練選手 我怎麼樣把一個選手訓練他跳得更高 我現在跑得更快 我大概我的訓練,我的專長大概是這個 那對於剛剛講的這個主題 只是我們一個經驗的分享 我剛剛講的像老化的過程 你就會,身體功能一定會下降 各位大概都有那種經驗 其實你大概到三十幾歲以後 你身體的功能一定會慢慢慢慢慢慢下降 你肌肉,包括你的肌肉力量 你的肌肉系統,骨骼系統 呼吸、循環、免疫 這些功能一定會慢慢慢慢下降 那下降,你怎麼讓它下降的弧度 絕對不可能是會變得更好 只會變得更爛而已 只是我們現在要讓它老化的更慢一點 不要掉的那麼快 那怎樣去做 那像這些東西就是 你要知道要如何的去做 那我剛剛講的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 因為說真的 我們現在到一定年紀以後 其實真的要去做 就是要工作的 就是用手去工作的部分會比較少一點 可是我們都得走路 一定要給活動 那要活動一定是下肢 下肢會比較需要 所以你做這些動作 你有辦法,你的下肢有力量 你的生活才會讓你更得過好一點 那我剛剛講的尤其是長期久坐或是臥床 像我剛剛講說 我爸為什麼後來容易跌 就是為什麼會跌倒那一次 我就會發現他退休以後 就每天的作息就是早上起來吃完早餐以後 就開始去看電視 不管看得懂看不懂 人家就坐在那邊開始看電視 還是看看看到中午 他也很少出門 有時候會騎摩托車到處去晃一晃 但是基本上他 長時間坐在椅子上 或是坐在沙發上的時間很久 或是說一種臥床的 像我剛剛提到 後來開刀以後臥床 你大概臥床超過 就是你受傷或是生病 你大概臥床一個禮拜 你大概你的體力 就會比你現在好的時候消失六成以上 消失五成到六成以上 就是你的體能狀況會消失很快 所以你就要把 即使就是你可能出院或是可以活動的時候 你那個體力真的是消退很多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把這些體能把它恢復 就是你要如何去運動 那這邊我們大概簡單介紹就是 你可能循環系統的 譬如說呼吸啦 循環啦 還有你的骨頭 就是骨質 本來骨質就會一直流失 所以人家說那個年紀越來越 年紀越大的那個骨頭越脆弱 他的台語叫做Lupa 就是 對對對 因為有一些國語我都會講 那肌肉會 你肌肉的質量也會慢慢減少 因為我們一般 我們身體裡面喔 我們身體的組成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肌肉的量 一個是非肌肉的量 那 你的肌肉量越多 肌肉量越多 你的活動能力也會越好 那 可是偏偏喔 因為我們 可能因為沒有經常去做運動的關係 你的體重雖然沒有改變 但是你的身體組成是改變的 就是你的脂肪 脂肪量會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你有去做身體檢查 你就會發現 你檢查出來就很多東西 脂肪都會太高 比如說肝臟 就那個 脂肪會比較多啦 就內脹器官就會多很多脂肪 或是你去做血液檢查裡面 你的血脂肪就會比較高 包括什麼三棺肝牛脂啊 那個膽固醇啊 這些可能相對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 甚至就是因為你這樣 你的關節的活動 靈活度也會下降 就會下降 那 做什麼樣 就是你要做適度運動才會 對身體有什麼幫助 那這個我想不用講太多 大家可能知道運動不是有很多好處 又有很多好處 那大概像我這邊有提到就是 你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 還有你的柔軟度啊 還有關節的活動度啊 都會增加啦 甚至 我剛剛講的你可以去延緩你骨質疏鬆的情況 因為你的骨頭喔 越脆弱 跌倒 可能的傷害就相對會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年紀大的人都很怕跌倒 因為你一跌下去 像有些人骨質已經 那個骨質密度喔 已經不好到 就是一摔以後 像我一個同學喔 他媽媽 就是一摔倒以後 他連開刀都沒有辦法開刀 因為他說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 去 用鋼釘固定或怎樣都沒有辦法做 因為只過蟲 也沒有辦法開刀 他就是 最主要是 他的骨質密度已經 已經太 太疏鬆了 還太疏鬆了喔 好那 比較適合老人的運動型態喔 大概 我們大概現在 我常常都跟我爸 像最近我常常都跟我爸講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都慢一點 因為他個性很急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很急 那我會建議各位啦 就是 我現在常常跟我爸講就是 什麼事情都慢一點 走路走慢一點 做事情慢一點 像各位 可能 像我最近常常都會跟他講 他有時候坐在那邊 他突然會想到 要做什麼事情 他就爬起來 趕快跑去 要拿什麼東西 要做什麼東西 我常常都跟他講 尤其是 因為你固定一個姿勢 你突然爬起來 因為我們那個血流 他有一個慣性 你突然爬起來以後 那個 血液他還在 還在這個位置 你突然上起來 你頭會暈 所以有時候 你突然 坐下來 然後站起來要去拿東西 或是就要移動 你可能又因為這樣暈眩 不小心會跌倒 所以我現在都會跟我爸講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都慢一點 什麼事情都慢 你站起來 我現在都跟他 叫他一個口拳 然後站起來以後 叫他數一二三來開始活動 我現在每次都會跟他講 所以這個也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坐在那邊 或是躺在那邊起來 尤其是臥床的時候 你站起來 坐起來 自己唸個一二三好 坐一下子以後 或是你坐在沙發上 站起來 想要去幹嘛 也都是 站起來以後 一二三好 OK以後 站穩的再去做 這個都是對 對你們 會比較有幫助 也可以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危險性的發生 那我剛剛講的 這邊 適合一些 年紀大的人的運動型態 比如我剛剛講就是 溫和一點的 有節奏性的 那當然走路是最好的運動 現在也不要爬樓梯 其實我都不建議 不建議爬樓梯的 那當然 游泳啊 或是騎腳踏車 那種 身體的這些活動 好像有些人會去打太心錢 因為它動作不會快 就是都是很慢的 很慢的動作 那當然 有一些就是 你可能 可能可以做一些 有氧性的運動 那 有氧性的運動 當然 就各位來講 其實也不用去想說 心跳力要達到多少 像這個我們都是訓練選手在用的 那其實各位也不用想要 就是 運動的時候 會運動到 有一點點累 甚至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會有那種 就是 都稍微有一些骨刺 那骨刺可能就影響到 你下肢的一些活動 因為尤其是走太久了 你可能腳就會痠 會麻 那其實也沒關係 你還是要走 但是 你可以走一段路以後 你找一個椅子 坐下來休息 我覺得 大台北地區的公園 大概都還不錯 其實他們 坐一些椅子在 走走走走走 走個一百公尺兩百公尺 那你就可以趕快坐下來 那你休息一下 那你還可以持續的這樣再走下去 那當然 你也可以做一些所謂的 肌肉力量的訓練 或是柔軟度的訓練 那柔軟度的訓練 我待會 我有帶一些那個 那種彈力帶 因為我沒有帶很多條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我等一下會 拿給各位來試 試玩看看 那當然 在選擇上 當然看你個人的習慣 或是個人的喜好 那當然也要看你的環境 譬如說 你們家那邊有什麼樣子 因為 尤其是像我自己也一樣 我自己要運動 我都 我都不會特別說 為了要去做什麼運動 然後跑到哪裡去 所以我現在的運動 我都是在我家附近 像我自從膝關節開過 然後做過關節進步 我現在下肢的肌肉力量也是很好 所以我以前 以前是練體育息的 其實說實在年紀大了以後 其實到了40歲50歲以後 關節都變得不是很好 像我再講一個例子 我在學校前幾年有當 當學校的總務長 就做總務工作 就是要蓋房子 或是學校廁所壞掉 馬桶不通 什麼事情都是我在管的 那我們就有很多老師 女老師 因為大家可能 讓學校的公廁 可能各位有到外面的公廁去 現在比較好一點 因為現在這樣無障礙的廁所比較多 像以前 尤其是以前蓋的建築物 那種做事的馬桶其實很少 大部分都是蹲事的馬桶 那如果你們有到外面去上過廁所 你就知道 尤其是女生 我們就有很多女老師 那時候都跟我說 總長 你能不能在廁所做那個扶手 那 對 他們說 你不知道 我們女生蹲下去要爬起來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他們都說 尤其是 你要弄幾間那種 教職員用的廁所 你說那個 蹲下去要爬起來 他們都說 我每次不知道要抓什麼 才有辦法爬起來 所以那個 後來我們新蓋的大樓 都有做扶手 後來我也過 因為我 對學校也沒什麼錢 每年 你不要看國立大學 因為國立大學很可憐 對學校現在大學很多 所以 學校現在的經費 又越來越少 所以我說 我們逐年改善 逐年改善 可能今年這邊的廁所做一做 然後明年再改善那邊的廁所這樣 所以 所以我都很能體會就是 你大概到一定年紀以後 如果你尤其是沒有規律運動的人 特別是你不經常有規律運動的 你的下肢退化的情況 我剛剛講的 你大概30歲以後 就一定是慢慢在退化 那有些人真的是 就是你的生活習慣不好 運動習慣不好 飲食習慣不好的 所以飲食習慣不好 就是你的營養的攝取 比較不均衡 可能缺這個缺這個 所以現在才會有那麼多 像現在的生物科技很發達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 那些所謂的營養補充品 像我們現在講的 你看 我們現在所有的廣告裡面 最多的 尤其是針對老人 大概就是 像那種微穀利 什麼孤勒沙明 類似那些東西 那我前陣子有看到一篇報導 美國一個醫學院做了一個研究 他就是針對這種 這種葡萄糖胺 其實他那些東西 像微穀利那些東西 其實最主要裡面的 主要的成分都是葡萄糖胺 那他有做研究說 我給一群人吃葡萄糖胺 他一群人吃安慰劑 就是可能很像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療效的 結果他長期這樣坐下來 發現其實都沒有什麼效果 他是這麼想 當然很多醫生還是會推薦你 你要去吃這些東西 他說他會補那些什麼軟組織 譬如說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結地組織 你吃葡萄糖胺 他是可以改善的 甚至 我前陣子看有一種 有醫生就說 我們的軟組織是沒有辦法增生的 他有 我之前看到那個莫福利 有一種 他說 他有一種很小顆粒的那種 他的療效 我看他說 他還可以對軟骨組織 有增生的作用 可是就我以前聽過的 或是醫生講的說 軟骨組織很難增生 可是他現在又說那個東西可以增生 當然那個廣告之後有他的講法 所以如果真的能增生 就不需要 大家就不需要換人工關節了 因為像我爸媽都有換過人工關節 我媽兩隻腳都換過 我爸換過右腳 所以他當然很明顯的 像我爸現在在爬樓梯 我就會跟他講 要上樓梯 可能各位應該也要有這個經驗 你一定會 不一定每一隻腳 兩隻腳都一樣有力 一定會有一隻腳可能比較弱一點 那我會建議各位 可能醫生也會跟各位講 好的 就是你比較有力的那隻腳 上樓梯的時候好的 那隻腳先上去 下樓梯的時候 就比較沒力的那隻腳先下來 這樣比較不容易跌倒 可是我 像我媽是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換人工關節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他都記不起 因為他 我跟他講他有一點失智 就他還會忘記 他後來我就 就 就用 跟他講一個口訣 我覺得還蠻好記得 我跟他說 好的會上天堂 壞的會下地獄 所以咧 你的好腳 就是比較好的那隻腳 上 往上的時候 好那隻腳先上 他那個 比較不好的那隻腳 要下樓梯的時候 比較不好的那隻腳先下 他這樣他就 那就記起來了 他就記起來了 所以後來 他那一陣子 因為那一陣子他 開完刀嘛 就 肌力還沒有 還沒有復原 那我就教他這樣做 所以做得還 還不錯 他也記得還蠻清楚的 所以他後來 這樣 像我爸現在也是一樣 他 換過人工關節那隻腳 現在比較有力 他反而還沒有換過那隻腳 就是 因為 肌力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像現在他在爬樓梯 我也是跟他講說 你一格一格這樣爬 可是他還是會 因為他習慣就是一格 就是很快的要爬上去的 那現在我就說 就慢一點 沒關係 爬樓梯不用那麼快 也沒有趕你 你就慢慢爬 慢慢爬 所以我說一格 走兩步 一格走兩步 慢慢走上去 好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運動的選擇 其實選擇種類 你自己可以去評估 你們家 附近有的有運動工心 有公園 你可以自己去做 你現在運動工心 現在 現在大概到台北地區 每一個行政區都有運動工心 其實說真的 也不貴 其實也不貴 當然 大家都覺得看能不能不用錢的最好 不用 有老人優待 我們淡水的那個 像我住在淡水 淡水的那個運動工心 他就是 好像不知道幾點到幾點是不用錢的 好像運動工心裡面 當時 當時候 那個政府要標給他們的時候 都有講 你要優惠一些老人家 所以他會有一個時段是那種 那種 銀滑廚可以用的 有的是不用錢 就是有一個時段是不用錢 其他的時段好像就是 會比較便宜 會比較便宜 那其實 你花一點錢 讓身體更健康 我覺得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那 當然運動平地 我會 當然 這邊講說 一個禮拜做三次 我會覺得 你如果有空就做我 像以前 教育部以前在推一個 對學生推一個叫體適人333 他什麼體適人333 他一週運動三次 每一次運動三十分鐘 然後 那個 那個 心跳率要達到一百三十次 那現在他那個 政策他現在不推了 他現在推一個叫做 SHE50 什麼叫SHE 他又想說那個SHE那個團體 那個偶像團體 他就 因為年輕人比較會聽這個 他 S就是 運動 H就是 健康 一百五十 他又說 為什麼要 怎麼要一百五十 不是叫你心跳率 跳一百五 像要一百五 各位 如果跳一百五 你可能 心中又要聽 因為 我們的最大心跳率 就是你心臟 跳多快 年紀越大 你的最大 做最大努力運動 他跟學生講說 你的最大心跳率 如果你要達到刺激心肺 你至少要 要心跳要跳到一百八 為什麼要跳一百八 我們人的最大心跳率 就是你做最大努力運動 跑一百公尺 跑跑跑 會很喘對不對 心跳 大家平均 一般人 要兩百二十 減年齡 所以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 他的最大心跳率 一分鐘會跳到兩百下 但是各位 不可能跳那麼多下 你怎麼跳那麼多下 我常說 你不要回去找你阿公阿嬤 說阿公去運動 然後你的心跳 我們老師有教我們心跳 你怎麼心跳才跳一百五而已 一百五對他來講已經很強了 為什麼 如果一個七十歲的人 一個七十歲的人 你的最大心跳率 大概只有一百五而已 你不會跳太快 你不會跳太快 因為我剛剛講的 用兩百二十減年齡 是你的最大心跳率 所以 如果你要用百分之六十的運動強度 等於是一百五乘以六十 所以你心跳如果跳到一百下已經很強了 不要再要求說也要跳多快 因為心跳率是會反應你的運動強度 所以這邊有提到就是運動強度的部分 那當然你也不用去量你的心跳要跳多快 其實就是你運動到有一點累 會有一點點喘 就是呼吸比較稍微急速一點 這樣就OK了 你也不用去特別說 因為那個是在訓練年輕人在用的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心跳一定會加速 你看爬個樓梯可能 等一下有的人沒有坐電梯走樓梯上去 走到樓梯你可能心跳就會跳得比較快一點 這是跟運動強度有關係 剛剛忘記講話 SH150就是 它現在要求就是 你也不要管運動頻率 你也不要管運動強度 它就是把你運動時間 一個禮拜 統統加起來 就全部加起來一百五十分鐘 就是說你一個禮拜 你把它累積一百五十分鐘的運動時間 那你不要不管你去做什麼運動 你走路也好 騎腳踏車也好 當然各位我比較不建議騎腳踏車 就是在走路 我覺得走路真的是很OK 當然你會游泳 當然你去游泳也OK 但是游泳比較 對各位比較 因為游泳它雖然比較安全 但是它對骨質密度的提升 就是儘管它骨質流失的比較沒有 因為它沒有衝擊性 因為它是靠浮力在你身體上面 當然如果你說訓練上肢的肌力 在水裡面做這樣的活動OK 但是你要讓你的骨頭比較硬一點 我會建議還是有那種衝擊性的 就是你要用力的 比如我們這樣走路 它還是有一點重量壓在你的骨頭上面的 這樣對你的骨質 骨質的密度會比較有幫助 那游泳呢 因為你都浮在水面上 所以它只有肌肉收縮而已 但是它還是有幫助 那我是覺得 其實如果你會游泳 其實都做都沒關係 都做都沒關係 嗯...它現在 其實這樣各位啦 你看嘛一百五十分鐘 其實它現在變成說 你一天如果運動三十分鐘 那等於說你要做五次 或是說 因為那個是根據國外的一些研究 就是說 把你一個禮拜運動一百五十分鐘 這樣的效果分開來做 其實它效果差不多 所以有些人也因為這樣 比如有些人 他可能像現在蠻流行的那個路跑 有沒有 其實還是有些 我們也有看到一些年紀很大的 七十幾歲八十歲的人 美國還有那種八十幾歲在拍馬拉松的 一跑就跑四十二公里 那種也有這樣的人 你看它跑一個馬拉松下來 可能要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我說你年紀那麼大的 那有一些年輕人 他可能要跑三個小時 像剛剛有一個學生就說 他這禮拜要去跑半馬 就是二十一公里 然後他問我說 老師要怎麼配速 我說你可以怎樣怎樣怎樣跑 那他如果跑一個半馬 至少要兩個小時 一般人 一般人來講比較兩個小時 他已經把一個 一個禮拜的運動量已經夠了 所以現在的國外的研究 它認為說 你不是要把運動 一百五十分鐘大概兩個半小時 你是要把運動兩個半小時 也OK 或是你把它分成五天來做 他覺得 國外現在的研究是覺得 效果差不多 所以現在我們的衛福部 跟教育部 他在推這個 SH150 他認為說 反正你一個禮拜就是 把它累積加起來 一百五十分鐘 所以各位你自己可以自己紀錄 那我不管走路也好 去游泳也好 或是跳舞也好 做太極拳 做外竿工 只要有運動 就把這些時間加起來 加一百五十分鐘 都OK 就是你把一個禮拜 累積起來大概一百五十分鐘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好 那 我現在接下來的 因為講太多 太多理論也沒有用 我們就實際的來操作一下 好 我這邊 有 這個叫 蠻立帶 等一下各位 各位可以 等一下 那是 我現在好像 全是去掉掃 好 我帶了大概三十 三十個 你大概可以 這個叫 不然講這個叫 蠻立帶 蠻立帶 有看過嗎 有 等一下 可以吃 我們等一下 吃 如果 有需要 等一下 一起 來 好 沒關係 你看 這個可以 可以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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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是不是 沒有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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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這邊 還有 拿下去 操作 一定要用的人 可以操作 幫我 幫我刮一些 煎 好 這樣 OK OK 好 那有沒有 有沒有 請求幾位願意上來 來一起來做 來一起來做 來一起來 對對 沒有 我們等一下做的動作 等一下先做的動作 一些伸展的動作 等一下就可以大家在座位上就可以做了 好 好朋友 你們先拿著 好我們先做 做其他的動作 好 沒關係 有一些 你們可以一邊拿一邊 一邊看我這邊 你要做活動之前 因為我們 好 謝謝 謝謝 OK 謝謝 好 我們先 我用彈力帶 彈力帶 跟各位介紹很多 可能各位也有聽過一些 一些這種彈力帶的使用 其實 它在使用上大同小異 最主要它是一些肌力訓練的動作 那等一下我再去介紹一些 那個 身體的活動 好 好 那 一般 我們很多人 這個 尤其是年紀大 還是手都比較開不起來 有些時間 那些東西 所以 你看 各位你們可以先 丟手 先舉上 那 所以有時候 你們在做動作 這樣拉起來 去做 往側面 因為尤其是 這個我們叫三樓 我們叫二樓 有時候會拉 握住那一樓 這樣拉著動作 好 就這樣拉著動作 或是 你要握背的時候 你可以 你就握著 往那邊拉 好 然後往那邊拉 好 尤其是 後面的 也可以 你可以握住 拉 因為有些 年紀大以後 身體的 關節活動角度 會比較小 你可以一邊 好 放在後面 好 另外一邊 往這邊 往下 幫他拉一下 那如果你要 拉的力量大一點 你可以把它 把它 摺半 把它摺半去做 你要摺半去拉 把你 這邊的肌肉把它拉開 這邊的肌肉把它拉開 那如果 你要 做手的動作 其實也可以 用 腳壓著 這樣 這樣 這樣往上拉的動作 那力量都 速度都不要快 我們 我剛剛講的 現在做什麼動作 越慢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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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彈力帶 其實它有很多 只要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 你只要覺得 腳有在用到力量 或是手有在用到力量 它都有幫助 你不管怎麼做其實都有幫助 只要不要做太大力就好 你會覺得有訓練到 肌肉有收縮到 那你的肌肉的張力 肌肉的彈性 都會比較好一點點 肌肉的彈性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各位 你自己可以去 像 像台上這些 我們這些 這些 長輩 你們就自己可以做 可以拉拉看 你怎麼拉都OK 因為這個彈性 它不會 比較不會受傷 但是它又有 對你的肌肉 會有一些刺激 對你的肌肉有一些刺激 對你的肌肉有一些刺激 所以你怎麼做都可以 你怎麼做都可以 你怎麼做都可以 其實這個 這個不會太貴 這不會太貴 像有時候我們在上課 帶學生帶做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的 對對對 這樣其實都很OK的 都很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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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也可以做在 做在 想要問他在 好 你要訓練這邊的肌肉力量 我剛剛提到的 你真的可以調整 你自己可以調整 不用 好 我要力量要大一點 我就握短一點 因為他的主力會比較大 那手機有時候肌肉很容易鬆弛嘛 那尤其是不常用的肌肉 我們一般做的都是相性性的 所以你手背這邊 覺得前面這邊的肌肉 不會堆積肢嘛 因為我們常常拿東西 也是這樣在拿的 你很少往後面這樣去拿 所以相對的現在不要說 你一大這個年輕的 有一台電腦 就很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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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台電腦去修 有人拿去修 對 因為他肌肉特別過十熟 平常沒有在修 平常沒有在修 是那個AS AS在用 因為本來有 本來 本來我家那一台 然後來 這個會有 那一台 那一台 跟我講 這台 這個還超慢 開機快很久 我以為 我以為 就是我用的 不是喔 那今天 他就用那一塊 嗯 一塊 就是 好,那明天再看一看 那你也可以用腳踩著往上拉,或是往側邊拉,或是往側邊拉,或是往側邊拉 如果你覺得這樣拉一邊拉一邊就好,往側邊拉一邊拉一邊 再另外一次,這樣拉,這個彈頭肌這邊就有去練到 那第二,你如果要鬆一點,你就踩遠一點,這樣就比較鬆,阻力就沒有那麼大 再另外,像我們齁,尤其是站立,你站立的時候齁,站立的時候,小腿肌,尤其是平穩 我覺得現在年紀大的人齁,其實身體的平安感比較差 那平安感最主要是平安感,就是從小白這邊的接力要做好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撐著,轉一上最高,它更可以把往前壓,更更往前壓,還會去練到朝鮮 好,謝謝,謝謝大家 要注意的,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下 沒關係,放在這邊就好,我們在這邊就好 我們在這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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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们在這邊就好 我們在這邊就好 我們來這邊就好 離開 然後… 這裡 那很ري twi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應該可以買得到 你上完 應該是體育用品色大概都有賣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買過 彈力帶 你不要買彈力神 有一種彈力神是它有握法的 它有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彈力帶比較好抓 你要抓哪裡都可以 那你回去就是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坐 坐在沙發上也可以坐 坐在家裡面也可以坐 好 應該很便宜啦不會太貴啦 像現在瑜伽的課程很多 它包括有很多什麼 現在已經做的 瑜伽本來都是在做伸展的 可是它現在有做那個什麼 強力瑜伽 其實現在已經做到很多紀力訓練 甚至搞到我都覺得那個難度有一點難 其實瑜伽它本身就是 它應該是做呼吸 就是你的吸氣、吐氣跟你的身體的柔軟度 就是把你的拉筋的動作 那現在很多瑜伽的動作 已經我覺得有一點過頭了 已經有一點過頭了 好 那剛剛有長程在問我 就是你的腰部 尤其是我們現在很流行 像現在健身房 或是他們有很多功課 很多課程 在做所謂的核心肌群的訓練 什麼叫核心肌群 簡單的講就是 把那個以前講的五馬昆斯 就是把你的頭、手、腳、鋸掉 剩下這一塊就是核心 就是我們軀幹的這一塊 那一般軀幹這一塊的肌肉力量 比較不好練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弄四肢 那核心這一塊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的 像很多年紀大人都有股市的問題 那股市大概就是長 都是因為你脊椎 就是我們今天一節一節 尤其是年紀大的 我相信這邊在座應該有一些人 有那種僵直性脊椎 就是它骨頭就是很硬 它已經沒有辦法 像我們一般生理關係 它可以身體很自然 就是你的脊椎 它可以自身體很自由的去活動 因為都比較硬 所以 你的 除了脊椎以外 它包括在脊椎周邊的肌肉 其實大家都退化了 包括我一樣 我前幾天喔 就示範一個動作 腰閃到現在還沒好 我覺得我45歲以前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散大 簡單的講就是肌肉拉傷 我現在已經53了 我發現50歲以後 尤其是50歲以後 體能下降的弧度真的是很快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去訓練 因為我這幾年又 像這半年來 我幾乎沒有什麼運動 就是因為我平常都 大概一個禮拜 會在我們家那邊 大概走一個小時 或是去跑一個小時 像前兩年我都有騎腳踏車 我看完道以後 我就騎腳踏車 一起可能騎 騎30公里40公里 我以前還會從淡水騎在台北上班 就是騎來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再騎回去這樣 那 像這半年來 因為我幾乎每禮拜都可以去找我爸以後 那個 因為 因為真的很累 所以 也請各位 可能也要稍微 體諒一下子女 因為說真的 我顧我爸 我顧到 有時候 不是說我們不想高高高 有時候真的會 怎麼 他怎麼這麼不聽話 我怎麼會 這麼為他好 但是年紀大的人 不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也 也就 慢慢能 能體會他的感覺 他也想趕快好啊 我又一直很想要訓練他 好 那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你的 就是我們核心這一塊 的肌肉力量訓練 其實你們自己可以做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身體的活動 尤其是你越不常動的 像各位 你即使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你都可以去 去做活動的 所以有時候 可能你們會有一些 唉唷 我這邊都還可以找椅子 有時候 你坐在椅子上其實也可以做一些活動 比如說 你可能左右 左右的旋轉 讓你的肌肉有做收縮 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 你坐著 好你用 用你的右手 轉過來摸左邊的椅背 然後左手 摸右邊的椅背 就是身體做一些活動 你可能 你自己去設定 次數 譬如說 好我一次要做五下 好右邊摸一下 兩下 翻一下 你自己數 像我在訓練我爸我都叫他數 叫他唸出好像一次 兩次 三次 他有時候會偷懶 像我在訓練他肌力的時候 其實這個 各位也可以試看看 像我剛剛講的 你下肢的肌力其實怎麼做 我剛開始 因為他肌力很長 所以我就叫他做 半蹲的動作 因為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療養院 就是那個護理之家 他也有一種復健的 可能如果各位有到 復健科或是復健診所 他有那種類似雙槓的東西 就是讓你扶在上面 那時候我就讓他 扶著那個 扶著那個 那個雙槓 然後做半蹲的動作 這邊扶著他 半蹲讓他順著 剛開始就做 然後我可能讓他只蹲 蹲一個很小的角度 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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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慢沒關係 就是 你的動作 五層 然後只要做 做 這樣的角度就好 然後慢慢起來 動作做慢一點 動作下去 然後慢慢做 然後慢慢做 一定的 因為這個要漸進了 你不要一下子做太快 然後做到一段 一個肌力以後 那個那一張我還要 好 那做到 他肌力比較好以後 我就開始讓他做 比較強 就是強度的運動 欸 我們這邊 來應證一位 應證一位表演者 好 來 那後來我就開始跟他做 他肌力我覺得 我肌力比較OK的 那我覺得 我就要跟他互動 不然他還不想做 那我就跟別人他做 然後就拉著他的頭 然後這樣 那你們在做的時候 兩腳在你肩頭 快 好 明顯 不要這樣外發 那你就自己 好 好 來 站起來 好 站起來以後 然後再慢慢做下去 你也被扶著他 好 再站起來 然後再慢慢做下去 我 我都是站著 因為我是解刀店 然後 如果 你們自己在做 沒有家 其實家人可以跟你一起運動 其實你們也可以運動 你就會很分 像我後來 我叫我媽媽也跟著做 我叫我媽媽也跟著做 我就是不得 我媽媽是 我會 站立 我媽媽要跟他 動作都做滿意 然後那時候 我都會叫我媽媽要數了 然後數到最後 我都會叫他說 一 一 一 然後下去的時候 他已經算二 然後再上來 他又算三 然後再他做十下 結果我們一直都 這樣就做不下 因為他算數了 他又會數了 好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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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像剛剛 其實做這個動作還蠻吃力的 那如果你用的更低的位置 肯定會更吃力 就是你椅子用做更低 那你會做更吃力一點 有時候甚至可以 像那時候他在我們家都坐在沙發上 那我就在沙發上讓他做 然後他從沙發比較低的位置 要站起來 他就很吃力 然後做到他也會有一點點 真的會很喘 他每次做完 因為我都叫他做十下 他做三個循環 就是十下做完會讓他休息 休息大概可能三分鐘五分鐘 然後再做十下 那休息三分鐘 五分鐘這樣 然後他大概三個循環以後 大概做到第三個循環 他就已經滿身大汗了 就滿身大汗了 那後來開始我就會教他 訓練腳的平衡 其實各位你們自己也可以做看 我後來就拿了一張小板凳 大概像這個高度那麼高 或是再高低一點 看你個人的肌肉力量 那因為像我最近 發現他的平衡不好 因為我們走路要平衡 他有時候會可能身體的穩定度不是很好 有時候可能走到一半 他腳會稍微軟腳 那我就 像我現在給他的功課 就是每一次 不用上樓梯 就是腳抬起來的動作 比如說你像這樣 好我就會叫他做慢一點 就是他要腳抬起來 然後放下來 腳抬起來 放下來 他剛開始他肌力不好的時候 他甚至 因為尤其是 你們肌力不好的時候 他會這樣 這樣做 然後慢慢 我會建議 就是你在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 他有一個平衡的動作 就是說 這個是太高的 這個真的不要這樣 這高度對你來講 很危險 很危險 那我會建議 要看個人的肌肉力量 那為了保護 我那時候都跟他 後面是沙花 或是後面是牆壁 譬如說他可能站在牆壁 他可能站在牆壁 因為這種他可以靠著 因為我最初要這樣 我叫他不要靠著 因為靠著你就失去那個 肌肉控制的力量 我覺得他要 要離開牆壁 靠牆壁只是為了保護他 他如果沒力 他還可以躺著 所以他在這邊 然後他就是 不要做快 他每次都做很快 然後我偷偷 你慢慢做 就是這樣 一 好 慢慢上來 二 三 四 那你自己可以數 比如說你做二十下 當然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你覺得沒什麼 可是對 對年紀大的人 尤其是有受過傷的 他的下肢的力量 因為這個是在控制你的平衡 越慢 你越能平衡 尤其是 你們現在的平衡 大家的平衡能力都不是很好 沒有辦法像 年輕的時候 我可以單腳站立站很久 那因為你現在平衡能力不好 那這個就在訓練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 就是 慢慢的 這樣上去 下來 你自己數 比如說你做二十下 像我現在給他特表 那個功課就是 做二十下 然後休息 要做二十下 休息三分鐘 再做二十下 休息三分鐘 那像我現在也有 如果家裡面 如果你真的是足於 肌肉比較弱的 又怕不會發生危險 像我們家 我大概輪椅也買了 四腳椅也買了 擺帳都怎麼都買了 他就不是有那個 住行器 我們俗稱的 宿腳椅那一種 就是他很扶著 我教一下他 那種放在那邊 他如果 快 就是 有時候不小心 很會軟腳 那這種可以 可以扶著保護 所以我會把椅子 放在那個 那個 住行器前面 然後讓他這樣做 那後面是牆壁 或是後面是 一張沙發 因為我們在做訓練 你要顧及安全 不要說為了要訓練 你安全性都不顧 尤其是安全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 把安全的措施都準備好 就是 後面是一個沙發 或是後面是牆壁 好 讓他去做 這樣的動作 你當然 像這個就是 你要經常去做 像我現在每天都叫他 要做60下 就一次二十 一次 才二十次 他也做三個回合 他這樣慢慢 他單腳的肌肉力量 就會慢慢好 就會慢慢改善 我自己的經驗是 他這些日子 在訓練這些的效果 有慢慢在提升 那像剛剛我們講的核心 其實他我剛剛講 我爸也有僵持心肌椎炎 他的核心的力量就很差 他核心就是 你腰部要往前推 往後推的這個力量就很差 那各位可以 可以試著做後看 在家裡面 這位在這邊沒有辦法做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瘦看看 就是 也可以躺在床上 一般你把你的腳屈膝 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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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dedans 腔 墨 4 擺在床上 要 있지 肌肉力量比較OK的 你還可以加強一點 好,你可以會翹腳 就把這樣 就是這樣放 放三隻腳 1、2、3、4、5、1 然後這樣慢慢翹 好,你看,你就會反復的去做 不一定要做很多時間,不一定要10秒20秒30秒,那是年輕人在做的 你只要提三秒鐘也沒關係,就是躺在床上,晚上或是睡午覺的時候,我坐一下,或是睡醒的時候都可以 我剛講的,你把運動的時間拉長,一天做150分鐘,這樣就OK了 那這個就可以加強你核心這邊的力量,所以你就不會你的腰部、臀部、背部這邊的肌肉,它就可以改善 那當然這個不是那個彎鈴丹,就是馬上做馬上有效 我都會跟學生講說,你這個至少可能要做兩個月、三個月以後才會慢慢有效 那我剛講的就是漸進,一下子就做10秒20秒,或是一下子要做30次50次,這樣太累了 而且也很容易受傷,不是有那種,因為你不經常運動會有那種,我們學術上講叫做延遲性的肌肉痠痛 那如果台語叫做T3,就是鐵腿那種,那種是叫延遲性的 因為你並不經常去動用的肌肉,你突然一次訓練量或運動量太多,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它就會產生那種延遲性的肌肉痠痛,那這樣可能會影響到你平常的生活 那我剛剛提到的,你漸進式的,你一次做3秒,我不用做那麼多次,我做5次做3次也可以啊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我一次做3秒可以做到10次,我覺得這樣就OK了 可以做到10次這樣就OK了,那你時間久了,你這些核心的力量就會慢慢比較好 你就不會說做久了,腰就會很痠,或是你背部的肌肉力量就會因為不足,然後造成一些困擾 好,那我剛剛提到的大概就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喔,護部齁,像我們剛剛是背部對不對,護部其實也很簡單,也跟我們剛剛的動作 一般我們腹部有分為上腹部跟下腹部 如果你要訓練上腹部的動作,就類似做仰臥氣做 但是大家不要做仰臥氣做,因為做起來很累 欸,起不來,你就說起來一點點就好,像這樣齁 就是你躺下去,好,那你這樣子往前後,你的手齁 洗了手,放在大腿上面,然後你就稍微起來,前一點點就好 這樣就已經訓練到上腹部做 你不要像那個年輕人說,又是很多肌肉,又是做那麼大 又是上來,這邊的肌肉已經有收縮了 就甩一點點,你可以拉到這邊就拉到這邊,拉到這邊就拉到這邊 看你跟左邊,每一個人的肌肉一樣 如果到這邊塗掉,我們都OK了 好,那下腹部的那個力量,你只有踩一點 那我就會先下腹部的這種力量 這些都是你躺在床上可以做的 如果我們沒有躺的,還有一點,讓我收拾一下,讓脊椎 我跟你們坐在床上,那你腳會比較高 不用擺很高,抬一點點就好 那你看你的時間,你要 面,要放下一點點,要放下一點點 它你的能力,你可以做十秒,你就做十秒 你可以做五秒,你就做五秒 你可以做三秒,你就做三秒 你一個禮拜以後,你就可以做到五秒 因為,你訓練就會進步,你可以做三秒 你一個禮拜以後,你就可以做到五秒 好,這五秒,在訓練幾個禮拜以後,你可以做到十秒 我會建議,我會做到五秒 大概二十秒到三三秒 就是你製作 胸部的肌肉大概就是,像我一般 大概就是我們胸大肌的前三小肌 你其實你們在椅子上,或是桌子上 比如說像這樣的動作,你不需要政府的衛生 你大概就是在椅子上面,就撐著 然後你稍微往前撐 你不要,或是在牆壁也可以 他一半的時候這一邊就不見 然後後來,奇怪他起來 我不知道他是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你下肢的肌肉 有時候,靠在牆壁也可以 兩腳帶一間同關 那你就慢慢蹲下去 你就蹲在那邊,慢慢起來 蹲個五秒鐘,類似半蹲一樣 但是你這樣子,你膠牆不會跌倒 像每半小時 以前小時候被打十五半分鐘的肌肉 剛剛然後被你們抬拜 這要被你們抬拜帶子 帶子 愛送的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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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歐... 那隻,你是說粉感那一個嗎 那個不是聯想那一個嗎 聯想不行 但很多老人家做不清,沒有辦法做到,像我沛妍,我可以身體很緊的,坐下來,不要緊的,可是你對年紀大,為什麼要拉他,他做不起來,所以你就變成說,你是在幫助他,他才會生氣, 那如果我們自己做,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像,像我沛妍,像我沛妍,因為是安全,你自己套路,套路方面對來,你看你的力量到哪裡,你要蹲到哪裡,我力量不夠,我可以蹲到你下面一點,如果力量不夠,我就蹲到這邊就好了,那邊還可以, 肌肉縮鬥的地方,你自己的問題,我慢慢蹲下去,我慢慢蹲下去,他頂的兩筋,如果兩筋夠,就蹲下去,如果兩筋不夠,就你半下好了, 囉先看一下,不會 recomming意思 を就3秒5秒4秒5秒5,全部來互算一下, 好,跟面說到各位,還有圖驅問題,有沒有時間已經超過踩頭了? 有些人,我跟他講,每一個半月完結,我沒有做的,我沒有做的, 基本上那一塊半月,大概用人工官員自換數,可能以前比較少去摩他,那一般來講,大概六七十年 因為做人工官員自換數最多的就是,那年輕的時候怎麼去摩他? 因為它是小孩兒,小孩兒是小孩兒,小孩兒是小孩兒,小孩兒是小孩兒。 腰斑也有一種是智慧,一種是剪頭 剪頭把他起來,好漂亮,這樣好看 如果智慧的那個效果,他會說那個比較好 他意思是他的效果差很多 他的效果他們都,一般醫生他會告訴,他會看你的使用情況 譬如說你現在可能65歲 他覺得你大概可能可以活到80歲87歲 你還可以用個15年20年,他就會建議你做好一點的 那如果,因為那一塊也會磨水,那一塊是消耗品 那其他的,他上下兩個都是一個鐵片在上面 那那一塊消耗品,他覺得你已經70幾歲了 他想說你在活大概有10來年 然後他就建議說,你就裝健房的就差不多了 他覺得不要去浪費那一筆錢 因為那個東西也是會磨水 那比較好的就是他的耐用性比較高一點 就我的了解是這樣 所以那一塊半月,因為我大學有一個老師 他就兩隻腳都換電,一起換 然後他當時候是用智慧的方式 那醫生也是這樣,因為他現在也騎兩號車 每天都,每天都騎個三、四十公里 那因為他的活動現在就是,他還有一直在用 他還有一直在用 然後他的健康狀況也都很OK 所以醫生就會建議他用智慧的那一種材質 那一般他如果評估說,有些醫生大概會自己評估 然後覺得你身體狀況又不是很好 然後你的身體活動量也不是那麼大 他就比較不會建議你花那麼多錢 這是有一些醫生這樣講話 那這不剩下我不知道 這也是醫生在跟我講 斷電他不是,因為我們雞肉齁 我們雞肉就好像,你們如果有吃過雞肉飯 我們雞肉是雞絲,一絲一絲一絲的 那斷電整個都斷掉 可是幾條雞纖維斷掉 那少部分的雞纖維斷掉還OK 因為基本上除非說,像以前那個流氓 要倒人的腳筋那種 基本上他細胞會修補 但是你說要完全都修補的 跟以前一樣是比較難一點的 當然他可以透過其他的肌纖維去訓練 讓他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當然不可能是整個都斷掉 當然可能就要做手術了 那如果是說 一般殼有那種撕裂 或是某幾條肌肉它斷裂掉 其實你在做訓練 本來就是在訓練其他的肌群 讓其他的肌肉去代替原染斷掉的肌群 大概是這樣 好,是不是我今天又放到這裡 好,謝謝大家 好,我們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主任李老師 謝謝老師,謝謝謝謝 我們今天受益很多 對不對 那我告訴各位 下個禮拜三我們沒有放假 我們仍然在這裡有講座 而且下個禮拜的講座 對我們很重要 為什麼是牙齒 我們是牙周病面面觀 是台大醫院的牙醫師 所以請各位帶著你們的好朋友來分享 可以說是有關牙周病 因為牙齒真的也是蠻重要 就像今天我覺得聽到李老師的這個教導 哎呀,我一看在座各位 你們都好棒 都比我還棒 我都還拉不了 一點這個好像那個力氣都沒有 真的都是要鍛鍊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我們的身體上地 不僅使我們的生命改變 也使我們的身體越來越健壯 對不對 啊,很好 所以呢,我們最後 記得下個禮拜三有講座 然後最後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歸給我們的主任師父親 謝謝我們的學員 謝謝